接上集,好心和小狗熊组队,让他下来舔包,结果他却为了独吞包里的物资把我给淘汰了,等我复活回来再遇到他时,他居然和别人组队上了 好啊小小猫,居然是你 好啊,你居然跑到这儿来了 快扶我起来啊,愣着干啥,扶我起来啊 我不扶 你这小狗熊好无情啊,居然连队友都不救 求你了,我不想掉大分 我才不要呢,你们刚刚还 队友你都不服,那你还有什么用啊 既然你不服队友,那你就跟你队友一起走吧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呢,真的是 现在的敌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算了,我还是先进圈吧 刚走没多远,突然发现车快没油了 于是,我就把车停在了一个小野区,准备去搜点油 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等我搜完油回去的时候 这,这是什么情况,我的车怎么猫烟了 刚刚我走的时候明明还好 哎呀,这他们有谁干的呀 这,怎么轮胎也被卸了呀 我他妈心太崩了呀 有本事你出来呀,你出来呀 这到底是哪个小坏皮干的 我的车招你惹你了 哼,真气人 于是我就只能跑着进圈了 最后我足足跑了五分钟 鞋底都快跑穿了 路上居然一辆车都没有 奇怪,这海岛地堵的车都上哪儿 嗯?这 好啊,我说路上怎么一辆车都没有呢 原来全被开到这儿来堵车库来了 好,你喜欢堵车库是吧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接着我就进里面去看了一眼 这个人还挺聪明 居然把楼梯也给堵上了 最后呢实在没办法 我就只能掏出我仅有的二十多颗手雷 让我们感受一下人工轰炸区的魅力 就在我玩得正开心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小虫猫,别炸了,是我 嗯?这声音怎么是它呀 接下来,小狗熊做了一件让我当场大哭的事情 爱我的话,给我回答 我的爱,那爱要被时差